昨天的视频咱们介绍了电瓣娇皮 本期视频咱们来看火龙果 火龙果阳光消耗200 冷却10秒 生命值350 伤害100 暗影家族植物 这是闭合加强后的效果素质 首先是这家伙能攻击前方的僵尸 然后呢他的攻击判定 是非常敌的 这都能不打前面那只 当火龙果死亡的时候会变成木头 之后会从天而降 三个小火龙果 对小火龙果试用大招 就是马上变成大火龙果 暗影状态下的火龙果好强 带有毒液攻击了 本身是攻击上中下三行 这效果一下就上来了 对比的话很简单 都是一级的情况下 常规状态的火龙果 想要通关海盗22关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暗影状态下的火龙果 通关海盗22关却非常轻松 这个忧郁腾弯的作用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 大招的话是对场上的每只僵尸 突出火龙果指攻击 对上飞行的气球僵尸 火龙果不会主动锁定攻击 眼睁睁看着飞着 你看连大招都不攻击 火龙果的普攻 大招攻击 暗影形态的攻击 对于羊伞都是不起作用的 咱们来看看秒杀力的僵尸 对上火龙果 分别是啥样的效果 惨歌是直接丢出去 全新的冲撞直接变木头了 戳畅僵尸 也是直接攻击变木头 火把是直接秒杀了 冲浪板也是如此 龙花大姐也是直接秒杀 巨人的锤鸡 还是变成木头的 最后老规矩 还是来看看实战吧 还到22关用过了 这次换一关 摩登第十天 有三种巨人的 咱们顺便用的是暗影状态下的 最后老规矩而用的是暗影呢 这个财尊 火ório地 COL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火龙果实战效果来看还是蛮强的 当然是特指暗影状态的火龙果 普通形态下比较一般 不能攻击飞行僵尸 真的有点伤的 奇怪的攻击判定